我是金管会保险局蔡火炎 我目前服务于保险局的受险监理组 主要是负责受险监理的工作 台湾人寿的郑雄 目前是负责台北地域区中心的一个业务 担任中心主管 我是中国人寿的王锦璋 目前服务中国人寿业务训练部 负责业务推动 受险的四大选种来看的话 而身心障碍者投保的时候 比较有困难的可能是哪一种 从一些相关身障者 针对他投保碰到的一些障碍 我们也有介绍一些投诉的案例 那在于这个险种的部分的话 目前比较常看到的是 受险跟医疗险的部分 身心障碍朋友他们有一些状况 他们毕竟不是所谓的标准体 所以保险公司在核保风险原则的时候 确实在核保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程序 那我想要从一个人性的关怀面开始谈起 就是正常人的投保 他可能不需要付体检 或者不需要付报告 可是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可能要付一些报告 体检报告或者是要去体检 会造成他投保中间造成很多冗藏 这中间冗藏难免会引起一发人性的不舒服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设计一个身心障碍的保险 从人性角度出发 让他们觉得他们在投保是跟一般人是一致的 我想身心障碍者投保的一个状况 一般来讲以现行的一个投保的状况来讲 他需要第一个当然他要提供 身脏的手册 然后再来就是说 保险公司会对于说 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这个部分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请客户做说明 这个可能就会让客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再者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提供这个手册之后 我需要提供病例 或者是说我需要经过体检 体检之后才会有承保的这一段 在承保的过程里面 可能我也会面临说加费啊 或者说有批出除外的一个状况 我们推出的是一个受险 意外险 还有意外医疗 这些综合的包在一起的保险 那我们目的是希望什么 希望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因为现在的身心障碍朋友的投保率是很低的 目前为止只有26% 可是一般国的投保率有250% 所以大部分的身心障碍朋友 他是没有买保险的 所以我们推出是一个概括性的整体的保险 让他可以用一次构筑的概念 针对特定清中度身心障碍族群的一张终身医疗 那我们的起心动念其实主要是在于说 因为一般的身障者 我相信他相对于一般国人 应该更需要透过商业保险来转嫁 未来可能所需要承担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负担 那为了让这样的一个族群 能够拥有一个专属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在107年9月就推出了这一张 针对特定清中度的身心障碍族群的一个终身医疗险 我自己观察了 我们台湾的受险业 其实很容易有一张保单出来 就有人会跟进 而且有时候跟的速度非常快 一下子就哇各家都有 但是我们这两张身心障碍的保单 从107年9月到108年12月 这么长一段时间 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第三家跟进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各公司的商品策略 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考虑到一些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在目标市场的区隔 公司的用奖制度 还有这个行销通路的选择 我想这个都是有关联性的 金管会是从96年 我们开始推动这个微信保险的业务 那微信保险目前到截至到108年11月底 那么累计的这个承保身心障碍者的 这个累计的人数有达到12.1万人 是分成微信的人寿保险跟微信的伤害保险 那么微信的人寿保险主要就是提供 这个死亡跟完全失能的一个保障 那微信伤害保险呢 是提供这个因为意外伤害事故 导致的死亡失能 还有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 急控保障 那所以它的保障 其实是很阳春的保障 而且保额呢 这个受险跟伤害险是各最高50万 所以这个保额也是有限制 那我想这个两家同业所提出来的商品 它的保障相对也是比较多样化的 那当然核保上面可能它的考量就会比微信保险要来得更多 在105年的12月28我们就订定了这个小额中老保险的这个相关规范 来让这个业者来设计小额中老保险满足这个高龄者的基本需求 那么我们在7月1号有把这个保额从这个 从30万提高到50万 那这个都可以让这个高龄者来做一个规划 原本它买30万的人 在我们提高之后 它可以再买一张把它补足到50万 所以总额还是50万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微型保单的保额呢 微型保单的保额就是微型受险50万 微型伤害险50万 所以它可以各买一个50万 都是50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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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